世间万物都逃不过最基础的牛顿三大定律 但也有例外存在 看到这张脱离万有引力的空中巨石照片 你敢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吗 如果牛顿看到 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吧 所以今天由于探导的话题 就是四个违背物理定律的神奇事物 一起来看看吧 悬空的金石 缅甸有一块重达611吨的悬空金石 它以非常危险的姿势 站在1100米高的悬崖上 这块巨石的底部与悬崖有很大的缝隙 只有极小的部分与地面相连 大部分都倾斜出了悬崖 好像一碰就会滚下去 但这块巨石已经在这里 吻丝不动的站岗了2500年 这块巨石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相传在巨石上面建造的佛塔中 有一缕佛祖的头发 得到神力的加持才能保持如此奇观 这个说法更为巨石添加了神秘的色彩 所以每年都会有无数朝圣者来这里朝拜 还会为巨石贴上金箔 记忆金属 普通的金属在进行热熔再塑后 就不会轻易改变被塑造的形状了 但记忆金属却可以在温度范围改变后 让形状也随之反复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记忆金属的主要材料是涅态合金 所以它的可塑性非常强 如果把一条平直的记忆金属 在相对低温下弯曲成螺旋状 在对它进行高温加热后 就会发生神奇的一幕 预热后的记忆金属就像被突然唤起回忆 又会变成原始的平直状态 因为这一特性 记忆金属常被用于建造电路弹簧 天线设备 航天卫星等领域 会飞的鱼 对于鱼类来说 会游泳是像必备技能 但还有一种鱼却拥有会飞的超能力 这种飞鱼长着长长的胸鳍 经常乘群跃出海面 在海上飞行 场面十分壮观 虽然飞鱼只是靠着胸鳍来滑翔 并不是真的在飞行 但这样的超能力也足以让人震惊了 还有一种瞎虎鱼 它们不仅可以攀爬垂直悬崖 还喜欢逆流而上 因为它们的腹齐可以蜷缩成吸盘的样子 以强大的吸力吸在物体表面 不会轻易滑下去 也不会被水流冲走 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身体结构 潘爬原石对夏虎鱼来说可是小菜一碟 输水材料 我们经常会想 如果衣物可以不沾染任何脏东西 永远保持干净 能够省去多少清洗的麻烦 现在有一种新型的纳米输水涂料 就可以完全满足这一要求 当防水涂料涂在衣物表面时 就会形成一层独特的保护膜 任何屋子都会轻易的滑落 不会粘到表面上 时刻保持衣物的干净 目前这样防水防屋抗粘连的新型纳米材料 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服装工业领域了 对于以上内容 您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关注并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